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chang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賽事提供的心碎 都在上一段影片已經回顧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都可以去上一段影片看一看回顧一下 這次賽事有一隻高速賽馬 就是第三場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上一段影片 我都有讀過馬的名字出來 假設你在這個螢光網看得不清楚 大家都知道Nechang談賽馬 一個免費的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會提供高速賽馬 和兩隻Nechang馬蛋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這個 免費頻道的營運 可以經過Facebook Post 來到Blogspot Blogspot周圍都有些頁面廣告 如果覺得廣告有興趣 可以按進去看看 看看資料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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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我的Nechang談賽馬 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營運 明天也是 介紹兩個場次 第一個場次 將會介紹第四場 第四場 獨贏級位置投注對象 和連贏級位置Q膽 我將會選擇12號的醒王蟲 醒王蟲 其實近幾場 除了前一場 周進樂外游 回來輸兩個半馬位 比賽比較差一點之外 近幾場表演都相對穩定 上次12號 報速都不算偏慢 頭一段慢 第二段都快 跟著第三位 二答回到來 只是輸給一隻 在我心裏都是非常超級的用場 水準表演一點都不頑皮 這場賽事 這次繼續有好檔位 四檔 相信都 我想都能守到二碟 如果要找一個二碟 遮擋位 我想這隻馬 會是比較穩定 和比較穩健的三格分子 贏馬機會都不是沒有 都有 當然不是壓一 上次我赤馬不封的那些 4.4倍 那些其實我挺有信心 但臨場有4.4倍 這場我看隔夜的賠率 這一刻 兩點鐘而已 兩點幾倍 就好像 Win偏熱了一點 對於偉達來說 偉達來說 也是很抵抵 但是 兩點鐘的飛 不證實得多少 但是 這隻馬我覺得上場水準高 我希望勇闖 升班 打到馬王飛 跑第四 會令到這隻聖王賽 沒那麼熱 如果勇闖繼續贏了 那可能這場馬 就會非常熱 但是我覺得 聖王賽 我覺得近仗表現穩定 選回去做 讀贏球位置 投注對象 和連贏球位置 Q膽 問多三隻配腳 第一隻配腳 周圍選一套的新威力 一檔 好 前一場 谷草 千二一檔 跑第四 表現都 算是不錯的 我覺得紅中點馬厲害 但是跑得一般 魅力聲光 繼續跑 都是跑得好 這場水準不頑 到了上場 田草千二 蔡明少五檔 當日比較直路中外檔 好運寶馬 勝利才智 所以聲勢和聲勢 是虧得比較多 在裡面 新威力都不是賺 回到來都跑得很近 那今場有個一檔 應該都能牙到一個籃 守些球鞋位 差不多 或者球鞋位 後一格 竟然 洩恩發揮 洩恩 跑馬就很少洩位 看看他怎麼跑 第二隻配腳 張偉選四號聲勢 剛才我已經說了 上次其實直路貼爛 那些場地不好 直路貼爛 跑了第三 這隻馬 11月1日贏那場 是倒水的落飛爺 但是跑得適合 所以我不顧得特別高 然後卡了一輪 上次剛剛復出 4月11日剛剛復出 都是一個不利場地 跑第三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莫雷拉繼續騎 這件事其實是很刁鑽的 因為 莫雷拉是試一集試到狠狠聲的 試得很漂亮的 這集 竟然沒有騎 騎了一隻塞浩漢的聲勢 可能是異形換影 可以讓創福威 有多些賠率 都可以 但是 說一句很老套的說話 以馬論馬 聲勢上次 直路貼爛 捱到我第三 其實覺得都不危 我繼續找他做配腳 第三隻 可以說到異形換影 就是9號的創福威 試這集就好 腳化很純熟 越試越好 史塞鋒三檔 也不需要太擔心 所以拖上他 所以長馬投注策略 我將會選擇 12號的聖王才做獨贏 及位置投注對象 以及12號的聖王才做連營及位置 1號的新威力 4號的聲勢 以及9號的創福威 這是第一場賽事 第二場賽事 將會介紹第六場 第六場 有獨贏的位置投注對象 以及連贏的位置 Q彈 將會選擇6號的紅紅 這隻馬越跑越好 上次潘頓都全心想把紅黃都放上 不過差點 其實表現也是非常好 上次紅黃 雖然他虧了快步速 但是賺了貼難跟前的形勢 紅紅也有遮擋 但也算是跟得比較急 他回來也是力迫這隻紅黃 所以表現是相當相當之好 這次十一檔 你就覺得十一檔難搞些 但是如果你看 這場馬會有些暴衝 蒜頭本色 近兩場都是前面 雖然都會暈 算是本色會快 果然有都不會慢 都是會嘗試跟前的 所以這個暴衝我相信不會太慢 紅紅可以比較順利 找到二搭有遮擋位 我希望他 以他上場的水準 我覺得只要體力應付到 狀態維持到 我覺得入三甲的機會很大 所以這場馬 將會選擇做獨贏級 為治頭署隊長 這場馬 我一向都覺得是貼欄 有條欄的發揮是最好的 每次跑得好 都是有條欄 沒有條欄就差一點 上次田太安有條欄 又是輸給大眾開心 果然有 果然有也是賺貼欄跟前的場地 其實張俠其實也賺了貼欄跟前的場地 但這場水準跑來不太差 他們說張俠上次賺了 今次你還買 也是的 因為他有周俊諾減了7磅 因為上場他賺了貼欄 以及他本身貼欄更好 但是周俊諾減了7磅 看看他游走回來 能否賺到一隻配腳 所以我選擇二號張俠 第二隻配腳 他將會選擇三號的熊龍 這隻也是上次熊熊那一場 熊熊熊熊熊龍 狀態一直維持得很好的 步速 上次他是賺了少許步速 上場快步速 他跟得算是較為舒適的 中後段位置 撲上來跑過第三 雖然他彎前不是貼欄 彎前貼欄可能更好 但是他賺了快步速回來 很舒適之下跑去第三 這場賽事 狀態繼續維持到 十二檔是難搞的 大家都覺得 但是剛才我說過 這場步速都會偏快 算頭本色 果然有 不知道會不會還有其他馬 會更快一點 對於熊龍 這些後上馬是有幫助的 狀態繼續維持得好 選擇去做配腳 第三隻配腳 將會減回七途 果然有 這些馬 上場其實很有信心 落打飛 落飛落了4.6倍 是前一場不知為何 巴套輸四個半馬位 還有大前上千六 跑得很適合 跑第四 也有點失望 好像落回千四 上場馬來拉 很明顯是跟他幾甲道 出閘順利 押到前領貼欄 全都賺到的位置 回到第二 這次沒有這麼賺 但是 這些馬 都算我覺得 是比較 不是很靈活的馬 都是要大步走去的馬 狗檔 其實也很合適 他走二疊地走 然後就算頭半色跑 我對這些馬 所以狀態是好的馬 所以長馬的投注策略 選六號紅紅 做督贏的位置 投注對象 還有六號紅紅 做連贏的位置 拚膽 拚二號的將額 三號紅龍 和七圖 果然有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和我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 給個like 讚我 分享影片給朋友看 看他宣傳一下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的分析 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對明天任何賽事 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一起討論一下明天賽事形勢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一下 我都可以在這段影片下面留言 留言留言留言 或者任何句子 我都會非常高興 大家知道 現在我們在這個渠道 發放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 十分鐘之前 都會講一下移業 預計雜前落飛馬 場地形勢 和旗連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到這些訊息 可以來到Facebook page NechChang談賽馬 在我自頂post 按進去 按按這個連結 你會進入我 與NechChang談賽馬的group 可以進入裡面 就知道怎樣聯絡 查詢一些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或者簡單點 來到我自頂post 留言 盡快聯絡你 講一些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去到最後 希望大家來到Youtube頻道 NechChang談賽馬 按訂閱 或者訂閱 免費訂閱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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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全部 我所有的新片 你都有通知 或者是 notification 第一時間都知道 多謝你的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按鈴鐺